我本身做飲食多年,我有教咖啡,有時我入職,他們都沒有想著有個教師牌會請你,通常都沒有的 通常問他們,沒甚麼回覆,但見他們多數會請給年輕一點,人工,我沒有所謂,我都想做的 人工你現在多是二百多元一小時,或者是二萬多元一小時,我們都沒有所謂,我都想做 就算找到也好,工會做,今年都是開了兩個月工 其實以你的資歷,譬如在內地或者外國的一些地方,應該可以有多少人工呢? 如果我經常來說,應該是三萬多元,四萬多元,因為我們做總署,應該人工高一點 現在就給不到,就算我回去做教師也好,都三萬多元起身,即是香港的教師的身份 但問題是,很多學校沒有一個科目是專門請教咖啡,教甜品的職專老師 所以就入職不同了 黃師傅,知道你爭取這個制度,或者是對於牌照的認受性的問題 都爭取了十幾年了 現在可能你都將近退休,仍然爭取是甚麼原因呢? 原因是,香港的文化,我們失常年代的病藝,如果文化傳承 如果我們沒有這班師傅,哪有現在年輕人傳奇 我教很多學生,他們都可以,即是找到食,甚至很出名 其實很多家,我們這裏不開面堂 但是有肯定,沒有我們,哪有下一代 沒有我們這班師傅,今天,從站出來去教,站出來去做 我想問回,真的看Youtuber有認識嗎? 沒有老師,那些人又怎會認識呢? 即是教師根本上,職專教師的角色是很重要的,要受重視的 但是我們到今天,有沒有做事過呢?是沒有的 是沒有開始過的,希望透過你來去講講這件事